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红糖八宝饭 红糖八宝饭一直是我在年夜饭桌上最喜欢的一道菜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于是今天在家里复刻一下 那么让我们开始一起制作吧 八宝饭最重要的原料肯定就是糯米 糯米需要提前用水泡一段时间 泡软之后就可以拿出蒸笼 在蒸笼的下面铺一层细纱布 或者像我一样铺一张烘焙纸再出一些洞 这个时候就可以将糯米铺到蒸笼上 大概铺匀了之后上蒸锅蒸大概20分钟 蒸软就可以了 糯米蒸熟了之后呢,趁热从锅中取出 这时候的糯米呢,还是一粒一粒很完整的 这里不需要太粘,只要熟了就好 接着我们趁热加入红糖 搅拌一下 搅拌到大概均匀的时候呢 再加入适量的猪油继续进行翻拌 这里为什么说适量呢 如果你喜欢可以多加 接下来就是八宝饭的配料部分了 我准备了柚子皮 枸杞,开心果,煎果,葡萄枣,还有一些核桃 这个枣呢,是我在法国超市买的 跟国内枣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我已经品尝过了 味道是一样的 下一步我们来准备红豆沙 豆沙呢就是用先泡好的豆子放到高压锅里压制 压制软了之后呢,放到小锅里 可以继续加热将水分收干 收干的同时可以将它稍微捣碎 大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加入白糖继续进行搅拌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呢,我们八宝饭所有的配料 糯米还有红豆沙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给它造型了 首先拿一个造型的碗 然后在里面铺上一层保鲜膜 这样之后比较好脱模 接下来呢就是八宝饭的造型部分了 我就是用了传统的造型方法 用枣先摆出一个花瓣形状 然后再按一定的规律放上其他的配料 摆成一个花的形状 配料的造型摆好之后呢 就可以加入糯米 这里记得要轻轻的少量的进行按压 以免破坏配料摆出的形状 在薄薄的铺上这样一层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豆沙馅 这里的红豆沙呢也是轻轻的拍平 然后接着在豆沙里再塞入我们准备好的坚果 八宝饭里呢 我认为一定要放一些坚果来平衡口感 这样呢又软糯又有点脆脆的感觉 好,最后我们再上一层糯米封住我们的豆沙 再撒入我们刚刚剩下的所有的坚果以及配料 然后呢再用糯米最后给我们的八宝饭封一个顶 就算是完成这一步了 上蒸锅之前呢最好再盖一层保鲜膜 蒸好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平的盘子盖在上面 然后将整个碗翻过来 再将碗呢拿掉 我们的八宝饭就完成了 八宝饭呢虽然备料的程序可能有点复杂 但是制作的程序还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让我们切开来看一看 回看这个视频我现在觉得切它的时候 好像在切一个蛋糕的样子 切开之后呢就会发现里面有满满的豆沙馅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品尝一下 首先呢就是里面的糯米配这绵软的豆沙馅 是记忆中的口感没错了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下 如果喜欢的话 在八宝饭里也可以加入蜂蜜来提升蜂味 好了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如果你都看到这儿了 其实也可以选择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让我们下次见 拜拜 到下次见 再见